超過十萬五個市民簽名支持不止於2017年和2017年以後 普選行政長官 其中有十三萬市民支持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立法會普選隨後 這個就是搞一些特定的簽名 然後民眾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 現在的結果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找笨實的 OK 接著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搞多意見 認為候選人數目應該兩至四名為二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時間表 立法會社會各界意見紛紊未能達成主流意見 就是你看一下這個所謂諮詢報告 就是你真是禁不住要罵糧 是吧 但是該罵的都罵了 就是再說都浪費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你將這個結果提交給人大常委會 接著告訴他 2012年過半數的人支持 但是如果2017年獲得更多的支持 這個是一個結論 就告訴人大常委會 這個用不著你說 因為2017年是人大常委會的 可以 就是共產黨的底線 就是可以 最好是2022 如果萬一真的是群情空洞 2017年也可以 既然2017你認為是比2012更穩妥 為什麼不乾脆定時間表 建議人大常委會2017的選 很簡單 為什麼要把這個權 交給人大常委會 這個此其一 第二 在這個所謂 剛剛水蛇春那麼長的交給人大常委會的報告 它是基於公眾諮詢報告的 裡面提到 就是2012這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都應該修改 這個不用你說了 是一定要修改的 大哥 對不對 上次沒有修改 就是2007年 今次那個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沒有修改 還有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沒有修改 就是因為2004年人大常委會釋法 它是基於釋法的基礎就沒有修改 但是那個釋法是針對0708的 沒有講0708之後的 所以你這次一定是要修改的 2012 2012是沒有可能維持0708這種政治制度的 而你這個報告就是說 分明就是說 喂 其中一樣的 2012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是否需要修改 這個是否需要修改 你是問人大常委會 就是如果人大常委會說No 那就是不用修改 但是你的意見是認為要修改的 作為行政長官 果然根據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 附件一和附件二和2004年4月6日的解釋 促請人大常委會 予以確定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可進行修改 很清楚了 那還有什麼是否啊 大佬 他說是建議來的 那個根據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 循序漸進 附件一二 那個解釋只是說0708 那為什麼 2012 還要問他啊 你自己去設計那個政制方案 跟著按照附件一附件二那個規定 最後提交給人大常委會 去批准或備案搞定 對不對 這個這樣的程序是正確的 你現在等於那天信部那邊蛇輪 何來自治 香港政制中央代行何來自治 你說不是啊 中央有話事權 包括民建聯那幫狗賊都是疫情的 說中央有話事權 中央話事權寫了一個基本法 是不是 就是人大常委會 是最後一關 那是不是前面先走了 是不是先是你政府現在諮詢了之後 你整一個2012年的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是不是 跟著被這個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 這個廢的 因為你提的你沒理由不同意 跟著再對比這個人大常委會 去備案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啊 或者被他批准了 如果行政長官你現在調轉來做 不過其實說到底呢 連附件一二都是有問題的 你立法會的議員 沒有權提這個關於政制發展的私人條例草案 任何的政制發展方案都要由特區政府提 所以就不存在行政長官同意的 你一定是同意的 你不是那塊東西嗎 根本中間那一項要關掉它 因為 簡直是著名由政府提出這個政改方案 然後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就是代表香港絕大的民進通過 然後交給人大常委會批准 就是這個行政長官署的辦法 這個庇案就是立法會 你現在連立法會都要它批准 阿哥 你帶頭違反基本法 就是你們都說了 那不要搞那麼多形式 沒有啊 不好意思 阿爺說先 要搞這些形式 浪費時間 你林瑞麟呢 就是看到那幫 這個太監看到那幫 就在那裡皮笑又不笑 如果我在那裡 我就要過去跟他們說 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多些時間去祈禱的啦 大哥 你不要浪費這些時間 都不到你說的事 是吧 你多些時間 跟耶穌聊聊天好過啦 減輕你的罪業 是吧 不要做那麼多壞事 是吧 以後你多虔誠 你都要落地獄的 我告訴你 有最後審判